大家好,我是杜肖 现在是在拍视频Nana 等会儿 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天的话都没有更新视频 因为我们在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就是因为Nana最近一段时间 也可能很长时间不能出镜 然后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原因 然后我也不能告诉大家 但是我们不想放弃这个账号 因为这是我和Nana的心血 我们从12月3号更新第一条视频到现在 已经更新了140多条视频 那在前两天接到这个消息说Nana不能出镜的话 其实我们心情都非常非常的差 因为这个账号是我们辛辛苦苦经营的 那这也是我们目前的收入来源 我们也要生活 Nana现在不工作 大家也知道她被孕 那对于我 那我现在做这个自媒体 就是我的工作 Nana不能出镜的话 我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关注我们的账号 我现在想声明一点 我们这个账号拍的就是一个跨国婚姻家庭 是一个夫妻频道 一个生活频道 就是一个Nana在中国和我 还有和我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常 那现在Nana不能出镜 这个原因也很特殊 我也没办法告诉大家 那我就希望大家啊 就是能继续关注我们 我也会尽一切努力的话 能让Nana早日重新出现在视频里 因为很多粉丝都是因为喜欢Nana可爱的性格 嗯 对啊 她是女主角吧 然后 但是我不想放弃这个账号 因为 这么多粉丝关注我们 然后我之后的话会拍一些 还是生活吗 我们就是拍生活类的视频 然后Nana的话可能就是她来拍 那我也不想再沮丧 那谢谢粉丝对Nana的喜欢 那谢谢粉丝对我全家的喜欢 那我也不知道就是没有Nana的视频的话 大家会不会继续关注我们一家人 但是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 然后我也想保护Nana 那今后我还是想去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生活 虽然Nana不能出镜啊 但是她的声音会陪着我们 因为我们在一起 我们家庭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也没有说是夫妻不开心闹不愉快 然后不出镜啊 那之后Nana会当摄影师 然后来拍摄我们 记录我们啊 那就是不能出镜 这个没办法 希望大家能理解 然后原因的话 将来有一天吧 等到事情解决吧 然后Nana还会再出镜吧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对我们一家人的喜欢 然后我这两天也是不停的在想这个 因为这个自媒体拍视频已经成为我的工作了 就像我做翻译一样 我现在不能出国去做西班牙语翻译 但是我在国内 跟Nana还有我们的一家人就拍视频 做自媒体 没想到 突然 Nana不能出镜了 谁都没有想到 我也想说话 我想说粉丝感谢 我很爱你们 我爱我的老公 我爱中国 谢谢我们很开心 对不对老公 别不 别不 那性格还是很乐观 但是 我爱你 没事 我想让你开心 对 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怎么睡觉了 大家也知道我们视频都是日更的 然后也断更两天 那今天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那之后的话还会像以前一样开心心的 只是说Nana不能出镜了 Smile 嗯 谢谢大家 谢谢 Smile 只能看到 Nana的手 Smile 1 1 那就这样了 拜拜